这部电视剧名字叫《最少年四代名鼓》 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对这部剧印象不是很深刻了 而在一些古装剧中是不会有一些现在的设备 但是居然出现一部手机 真的演戏还是要专业一点的 有人看到镜头中有人录出手机 这显得真的很奇怪了 而大家所熟知的娘娘村里 在拍戏中有一个镜头是有点穿搭的 而娘娘演技的精湛也是大家勾用的 而居然会有穿搭的镜头 也是令人很惊艳的 在《漫年花开》中 有一个镜头是娘娘找人对峙的 就是这样才被人家看到 这应该也是被导演可爱了吧 林心如 自从演了《黄之格格》之后 她的元气也是很高的 知名地位在慢慢上升 她也是拍了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了 某一部也都是很有名的 其中就有一个镜头是一个演戏 但看她的表情 好像不是很勤勉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等眼之导的问题 还是镜头拍摄的问题 真是心疼女神了 有凯威 如今她也有四十几岁了 但看她的样子也是很年轻 很很顺气 她是拍了这么多年 也是娱乐区里面的老前辈了 永远的衣着搭配起来 也是要求人格的 在她躺下的时候 注意看她的样子 还遇出了BOSS的牌子名称 本次看到也是觉得很奇怪 跟说话装饰应该有些一点 专业一点 网友们在下方的评论也是很精彩的 还说她的演技 不如她的前妻 在电视剧《金周灭飞》中 有很多镜头都是很惊险的 毕竟拍古装剧 条件什么的还是差距一点的 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 居然会有包裹 而在那个包装纸上面 还写着北京一两个字 这类的诗语应该也是少有的 而这部剧的主角就是我们的小名哥哥了 有她这个银线大开作主演 相信收视率也是非常高的 而她在一个银线里面知名度也很高 图片无人与网络